大家好,今天要試的這一款是Toyota的改款Yaris 這個Yaris我們俗稱小鴨,因為它是先輩小車 二來它的名字,Yaris有鴨這個字 那它走向就是一個比較 偏向圓潤可愛,然後女性用車 然後黃毛鴨頭嘛對不對,就這樣的一個形象 不過呢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新改款的Yaris 你看到外觀你就覺得說 好像跟之前這個小鴨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感覺是比較有線條 然後比較男性的感覺 霸氣 線條,陽剛感的 那麼車體也放大了 尤其軸距拉長了不少 那在一進車廂內會發現它的內裝 其實佈置的 我覺得還蠻均等,蠻好看的 那這一個 內裝呢我們知道Toyota還有一個 我覺得可能是它獨到的技術 它這個門板上很多 有一些這種類縫線 類似的類 它就是看起來好像是那一種 真皮包覆 然後用真車縫線 但其實不是 它就是塑料 然後在這個 模子上 就做上了這樣一個 類縫線的一個感覺 那看起來 這個視覺感覺 跟真的 縫線感覺很像 只是手一摸 仔細看就知道 那個不是真的 但視覺上 的確是 很明顯 包括儀表板上 包括門板上都有 所以 看起來 視覺上的感受 是不錯的 好,再來就是 你車子在 移動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這個 多功能的螢幕 它會有 前後攝影的一個功能 那一些傳統有的 包括藍牙 這個媒體播放啊 導航呢 SD、USB 或者AUX IN 這功能都是有的 那也有這個前後攝影的一個輔助的裝飾 好,那你在這個移動車子的時候你會發現 第一個 方向盤很輕 方向盤很輕喔 這是一貫日本車的風格 大家不覺得有什麼 特殊的 但是呢 你只要一上路你就會發現說 嗯 這個底盤啊 避震器 是偏比較硬調的 比較硬調的喔 不是像 一般日本車感覺是軟軟的 不是,它是偏硬調的 那麼 這個 呃 在這個 加速的時候呢 你會很明顯的發現說 它這一個1500cc的 進排氣可變的一個引擎 它自然進氣 但是呢 進排氣可變嘛 好,這感覺 好像這個 這級越車很多就是這樣的引擎 那也沒有特別的地方 但是呢 你一加速會發現 它其實加速的感覺 動力還蠻強的 而且呢 你會明顯感覺到 你只要油門稍微踩下去 它的轉速就一直往高轉速的區域走 OK,那這顯現出幾個 幾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說呢 它的引擎顯然它的甜蜜區 是屬於比較高轉速的 一般這種多氣門的自然進氣引擎 通常轉速拉高一點之後呢 它的馬力 尤其是 這個 馬力跟扭力 才會 才會逐漸的進入它一個最高峰的區域 所以呢它必須一直進入這個高轉速的區域呢 讓它的這個動力 有輸出的感覺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它這個變速箱是一個 四速自排 就這四個字而已喔 四速自排 它沒有什麼手自排 自首排 什麼CVT無段排都不是 它就是一般最傳統的 這個 四速自排 它也沒有所謂的手自排 有加減模擬 那麼 也沒有這個 S的 support 程式 也沒有 但是呢 你覺得 那這樣好像很落伍 那你想第一個 它這個Yaris的這個 國內的油耗測試數據呢 每公升跑18點多公里喔 這是 一級油耗 這一點都不好油喔 那 由這個部分 似乎可以表示說呢 油耗不見得說跟 一個 高科技的變速箱 或是說 高科技的引擎 去劃上等號 有時候針對某個區域的環境 做上一個 相對應適合的一個 程式設定 油耗表現 也會達到一個不錯的水準喔 好那再來就是說 它這個 四速變速箱 因為檔數少嘛 檔數少的話呢 當你在變檔的時候 落差就會比較大 就像我們手排車如果說你 四檔退三檔 跟四檔退二檔 那感覺不一樣嘛 一退二檔 馬上 第一個 明顯感覺到換檔 第二個呢 加速力到會馬上增加 然後轉速拉高 那我覺得這個Yaris 就在這部分 是比較明顯的 你只要稍微踩油門 它很快就退檔 那很快就退檔 第一個 正面來看是 很有運動化風格 感覺好像 一些車子從 從D檔打到S檔的感覺 那 第二個 第二點就是 從負面來看 就是說 你會覺得 好像比較 比較 頓挫 然後呢 轉速一直飆高 噪音值會比較高 所以 不管是正面或反面 我想這個就反映出 這個四速自排 因為它檔位少嘛 雖然每一檔的這個 持筆 間隔比較大 會有明顯的一個 換檔的感覺 所以這個呢 就看駕駛人對這部分呢 你是喜歡或不喜歡 但如果說很多車子 開都沒有加速的話 那OK啦 那也沒有什麼 換檔的感覺 基本上 也是 蠻順暢的 好還有幾個地方是 它這一款 Yaris比較有特色的 就是 它的車頂 一般車頂就是一個 圓弧嘛 但我沒注意到這個 這個Yaris它的車頂呢 它是一個 不規則型的 有這個 弧線的 好像波浪狀的 那這個東西也許是 有一個 空力造型的吧 空力造型的一個 作用在裡頭 但我相信速度不快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感覺啦 只是一個 一個 形象式的一個做法 那 所以它 所以這個 也沒有天窗的設定 所以它上面可以做特殊的 波浪造型 那這也是凸顯出 這個 這個NU Yaris外型真的是非常的誇張大膽 OK 那麼它的 後座的行李箱呢 是電子 電子的開關 一開 chuck一聲 電磁發作動 然後門可以打開來 但是 是要手動 手動去開啟的 那 後照機呢 是有電動後折 電動後折 所以這些配備呢 其實在這種小車裡面來講 已經算是 非常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Yaris呢 也是延續一貫Toyota的車型 就是 好開 然後呢 配備豐富 但是呢 它有一個 就是產品路線上的一個 我覺得很大膽的一個修整 好那這樣子 本來是屬於相對比較 女性朋友 使用居多的一個車款 走向了那麼一個 操駕運動感 外型 洋鋼派 這樣的一個造型 這樣一個特性的一個 原屬女性使用的一個車型呢 到底女性朋友心中會怎麼想呢 我們來訪問一個 朋友 來 哈囉 哈囉 剛下班了 對啊 開始工作 好了 現在怎麼拍平面了 對我們就有個遊戲 然後我們要幫我們拍平面 喔 OKOKOK 對對對 不好意思喔 我今天穿的不是很 很適合拍車的服裝 不會啦 拍車一定要穿 熱褲啊什麼 對對對 Sikini 這樣子 就一樣都是要穿那種 緊身的那種 洋裝黑色的那種感覺 平常那種秀是這樣啦 對啊 我們這種還不用啦 我這種主要是 講評嘛 喔 對啦 專業講評 呵 專業講評 平常是這樣啦 我今天早上就在拍 那個專業講評 喔 好 辛苦了 對啊 但是為什麼早點來就是說 那個 妳 這樣聽女生對車子的一些 真正的開嗎 你就只是說 妳自己的 像這個車妳就一看妳覺得像不像 女生開的 其實女生開也蠻適合啊 我覺得 喔真的嗎 對啊因為 她的型我覺得不會那麼兇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 妳不會覺得還很兇的 我覺得還沒有 沒有很兇 沒有到兇到是女生不會開 我覺得啦 那妳覺得女生開車應該就是要 車子應該像女生那樣 就是比較漂亮的 比較可愛的 還是說不一定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妳不覺得一台 感覺亂掉一把 一台車然後下來一個女生 妳就覺得 哇 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喔 又 就是反差的感覺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很可愛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不一定 對啊 所以現在 如果說男生開一個那種很可愛車 大家很乖對不對 也不會啊 就覺得 也不會啊 妳就會覺得 哇哦 這樣 這樣 哇哦 妳是不是 妳是不是有 性向的問題 是很娘嗎還是怎麼樣 就會覺得 蠻奇特的 就覺得會 對那個人可能印象會多一點點 反而印象會多一點點 你會覺得 現在是加分還是減分 加分啊 是加分喔 好啦如果是帥哥都加分 我知道帥哥又覺得 喔有格調 對對對 有格調 對對對 特別特殊 不喜歡 哇那現在比如說我 旁邊我開這個車 跟開我的 BMW M5 你覺得開這個比較有特色 對啊就很可愛啊 那我開BMW露掉了 原來如此喔 不會露 也不會露掉 但是就很可愛 就覺得太一般了 男生開BMW很一般 就是一般男生會開的車 就會覺得喔 就因為BMW你看那種 然後你想 你第一個反應就覺得喔 車上一定是男的 對就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比如說女生 你就讓開BMW男生載 坐得也不見得舒服 衝來衝去的 對啦 對啊 像這樣子 也不見得舒服 就是 可是也要看開車的技術 所以現在如果說 男生開一個這一種 小小可愛的車子 對 然後在女生 讓你們女生坐得很舒服 對 然後看的樣子 很可愛也很喜歡 對 還覺得是一種男生的體貼 對啊 而且我覺得會大大加分 真的還假的 對因為就 符合女生嘛 然後看起來也很可愛 然後 溫馨溫馨 因為這有點溫馨的感覺 不像 BMW有點太 冷 就是因為他給人家感覺就是 比較貴一點車 所以不會那麼的 溫馨可愛的感覺 我不會覺得說這個男生很涼泡 不會 不會完全不會 真的喔 完全不會 我覺得不會 反過來講 那女生如果開一個比較 男性化的車子 那是不是男生應該覺得說 很有個性 覺得覺得 很有想法 我覺得會覺得大加分 你覺得呢 我覺得 某種角度看是加分 對啊 女生很有想法 很有個性 很有個性 對對 不會隨波主流 不要說女生就要裝可愛 就一定要開那種可愛的熊貓車 之類的 難怪這個Yaris要從以前那種 以前叫小鴨嘛 一方面它Yaris 然後很小的台 然後它就感覺好像女生開 黃貓丫頭 對 然後現在 這次看起來就 至少沒有很娘的感覺 就比較凶點 因為我記得它前一次 線條比較 有線條 就好像這次是 老鷹的頭嘛 對不對 對我記得 喔 就那個前面那個 陰眼 陰眼嗎 陰眼造型 對 還不錯 這個還蠻有特色的 還不錯喔 對 所以如果你哪一天 想要開車 想要買車 對 你不會買那種很可愛的那一種車子 你會買這一種 我會買這一種 看起來蠻MAN的 我會喜歡買 因為我水瓶座 喔 然後你會叫你男朋友買一個娘炮的車 對 對對對對對對對 欸這很有意思喔 對對對 欸這有梗喔 我就硬要加開那個 比如說迷你 硬要加開迷你 然後用的 黑白色 還是熊毛 然後我就要開 硬要就是有錢的話 看GTR 那種 那種 女生要開GTR 兇一點那種感覺 對 欸這很有意思喔 對啊 誰說一定要開怎樣 誰說一定要開那種 很女性化的車子 對啊 而且這台蠻算中性的 雖然男女生都 Toyota New Yaris 從小鴨變成大鴨 而且是變成陽鋼鴨 你看這個外型 有靈有角 有造型 一派就是陽鋼氣息啊 跟以前那種小鴨 黃毛鴨頭 圓潤可愛的感覺 是走完全不一樣的路線 而開起來呢 底盤相對是偏向扎實 偏硬調的 連引擎都走高轉速 變速箱呢 換檔非常的迅速 都是一派運動氣息 這樣的一個完全不同的醜像 是不是代表說 Toyota發現到 消費者意識的改變 我要用小車的價錢 買到相對比較大空間 大車的享受 或者是說呢 台灣的消費者 尤其是女性消費者 開始覺得說 這樣的小車 OK我一樣 要有靈有角 有線條 有造型 有個性 甚至連開起來呢 都必須要 有安全 有性能 不再是以前 我什麼都不懂 車子交給男生 幫我處理就好 是不是這樣一個 消費者的習性改變呢 我相信 很快銷售數字 會給我們答案的